除了碳还有别的东西 会从主联身出来 在这集我要介绍一下鲁代厅 这是其中一种鲁足元素 鲁足元素是元素周期表的倒数第二列 从右边数第二列 活泼的元素里边的最右边那列 佛 绿 秀 点 鲁代厅就是鲁足取代了碳上的一个氢 形成的 我已经在这画了几个鲁代厅了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它怎么命名呢 就像以前的有机分子 首先你要找出最长的碳链 而且如果有双键 最长的碳链要包含 双键 而这里没有双键 所以最长的碳链应该就是这个 从这开始最后到这 或者我们可以走别的路 但是这的确是最长的 所以有12345678个碳原子 来检查一下 12345678个碳 然后我们希望编号的方向 能最快碰到某个鲁素 或者某个支链 只要是连在主链碳上的就行 除了氢以外 所以我们要从这端开始编号 所以这是1234 5678号 所以这是一个新碗 我们的主链有8个碳原子 所以这是一个新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不同的鲁素 首先有一个绿原子在2号碳上 所以这是R绿 我们这样叫它 然后按字幕表的顺序来写一下 接着把它写在新碗前 然后这是一个 它在4号碳上 所以是4锈 实际上这个元素是锈 我们把变成了 变成了锈 应该说是把变成了 那么这就是锈 B在C前面 但是还没写完呢 因为这里不只有鲁素 不只有这些鲁素 还有一个甲基呢 这有一个碳原子 所以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家伙 所以在这儿是5甲基 当我们把它们都写出来了 我们按字幕的顺序来排一下 B最先 所以这是4锈 我写到这儿好了 4锈 然后是C绿 所以是4锈 2锈 5甲基 新碗 现在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结构 我们的主碳链 它只有两个碳原子 所以这是一个乙丸 因为这是单键 单键说明这是一个乙丸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连着什么 它连着一些鲁素原子 氢原子被一些鲁素原子取代了 那这些是佛原子 我们要从 连着最多集团的一端开始变号 所以这里有 1 2 3个佛原子 所以要从 至于佛原子呢 嗯 我们还是把它留在那儿吧 我本来要写下来 但是又想起来 还要给它排序呢 所以等我们把它都写完 所以名字会出现 这里连着 我们从这儿来开始数 这是1号碳 这是2号碳 所以练在这个碳上 我来换个颜色好了 有1 2 3个佛原子 所以这是3伏 它们都在1号碳上 所以是111 3伏 它包括了那儿的3个佛原子 然后我们有 名字里还会有 锈连在2号碳上 所以是2锈 然后这个绿原子 也连在2号碳上 所以也有2绿 接下来就按字母顺序排序 B 锈在最前面 接着是C绿 然后是3伏 3要忽略掉 不过韩服还是在B和C之后 所以这是2锈2绿 我要用一样的颜色 用绿色2绿 同样的地方 接着是111 3伏已完 你做这个的时候 我想强调一件事 双键在上级里见过的 我们知道西厅 它比这些都大牌 所以如果我们看 这个有机物 上面这个有机分子 假如我在这儿 加个双键 假设这儿有个双键 那命名的方法 立刻就改变了 首先这不再是新完了 是一个新锡了 所以这时候贪恋 我们要从靠近双键的一端 开始变好 12345678号 所以现在这个变成了奇律 这个是五锈 这个是四甲金 而这个化合物 再不是从前的它了 因为我加了一个双键 现在按字幕顺序排列 会先是五锈 留一点地方在这儿 它会是五锈七律四甲金 然后是新 因为是一个锡厅 所以是新 我们要标明双键的位置 新二锡 现在假设有两个双键 假设现在或许我们有 我们不能在这儿化太多键 碳原子只能有四个键 这个碳有三个 这儿有个氢 这里可以变成双键 这时我们就有 其实在上级里 我没有标对 所以在这里纠正一下 它不是二锡 应该是 这不应该是二锡 如果我又加了一个双键 有两个双键了 它现在是 网右来拉一下 它现在是新 有两个双键 在二号碳上 在二号碳和四号碳上 是二四 所以它不再是一个锡了 上级我犯了个错误 我写了更 然后只写了锡 既然有两个双键 应该是二锡 所以你不能忘了那个 那个表示 有两个双键 尽管很明显了 因为我写出了二和四 所以这有点重复了 二四二锡 所以如果有两个双键 那就是五锈七绿四甲机 新二四二锡 其实我讲这个就是为了 纠正一下 解释两件事 其一 如果你要决定编号方向 双键最大牌 其次纠正一下上级的错误 有两个双键 我去忘了写二 再见